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官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易拼经济》 《反网报》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南欧小国希腊 当然他的经济实力就不及得法 但他有一件事又很重要的 就是顶住那些难民 因为很多的难民通过地中海就去到他们国家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接收难民的国家 2008年有什么事呢 就是全球金融风暴 之后就有欧债危机 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动荡 其实欧盟将结束对希腊的经济审查 意味着他们就有更加多的自主性和自由的日子 因为当时几乎来到希腊 是被迫地逐出欧元区的 昨天欧盟经济委员会的委员长 保罗真帝尼洛 就在被希腊财政部长的一封信当中就说 其实虽然受到COVID和俄乌战争的影响 希腊已经是履行了 对欧元区19个成员国 组成的欧元集团大部分 政策的承诺 已经履行了承诺 并且实现了有效的改革措施 当然了 这封信也是标注着希腊 实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目标 2008年的时候 金融危机之后 希腊就陷入了 债务危机 当时更加是产生了 记不记得 欧猪国家 他就是其中一只猪仔 就是其中一只猪仔 欧猪五国 欧猪五国就是希腊外尔兰 还有就是意大利 西班牙 还有葡萄牙 当然了 希腊就陷入了债务危机 导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从一零年开始就提供援助 之后的十年里面 包括欧盟委员会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 还有欧洲央行 这三头马车 当然是逼他们紧缩 希腊的经济萎缩缩了四分之一 希腊公民的可支配收入 是减少了三分之一 一三年的时候 听到数字都害怕 希腊的失业率 达到27.8% 一个 十个人有三个人没工作 成千上万的希腊年轻人离开希腊 去其他地方做工 而政府就被迫大幅削减养老金 体系和公务员的福利 去换取财政的援助 其实希腊公务员以前很适合赚了很多钱 相对于他们的工作程度来说 自从输困的计划启动以来 负责监督所有27个成员国预算的欧盟委员会 一直是监督希腊的经济国家 2015年当时的希腊总理 齐普拉斯 我记得当时相当激 就是有公投 在全民公投当中 向希腊民众提出了输困条件 当时主要 所以他们很厉害 因为这些严格的条款 是由默克尔政府弄出来的 是由德国制定的条款 他们之前那些太宽松了 令到债台高足 有什么就要这么久折舵了 现在终于捱完了 几乎也将他们赶到欧元区 选民拒绝了援助的条款 但齐普拉斯 还是实施了改革 在宣布结束严格监管计划的时候 欧洲央行 现在就是建立 防止欧元区经济二次崩溃的制度 上个月 央行 亦都是自从2011年以来首次加息 并且 重点放在包括希腊在内的 欧盟南部国家 到期的债券再投资场 当然这些都是一件好事 在欧盟官员 今年4月最近一次就访问希腊去了雅典 委员会就说 虽然疫情和能源成本不断生加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 预计希腊的经济增速 在202年有3.5% 明年就有3.1% 政府的基本赤字 基本赤字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收入和不包括利息支付支出之间的差额 其实有一个 积极的惊喜 2021年 基本赤字是国内GDP的5.5% 比预期低了2.1% 所谓的经济调整计划 就是2018年6月结束 之后 布鲁塞尔一直监督希腊的财政状况 欧盟委员也发了一份声明 如果当时默克尔不是这样搞的话 整个国家不知怎样搞 对 欧元区经济 日出效应风险已经明显降低 更加详细的监督就不再有必要了 如果希腊满足计划后监督报告条件 最后一期 债务假面将会在11月底支付 希腊在财务政策 社会福利 金融稳定 还有劳动力市场私有化 还有公共管理六个关键领域 都是有了改革的 这些改革为希腊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的长期增长 是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此时此刻不好的消息就来了 因为 领导希腊 叫做走过 这个疫情的 这位 总理 米佐塔基斯 就有大事件 也都令到 他们国家 是地震 当然了 这位总理 是相当地 不错 其实都属于不错 19年的时候 就是获胜 有些人都说 其实他都挺不幸 获胜之后就立刻有新管 希腊有段时间很厉害的 记得 因为有段时间他们的人就不愿意接种 记得吗 他们欧洲 好像有段时间 他们离世人数最高 但是这位总理最后都算是 做得还可以 所以 现在欧盟都担心 如果这位总理真是辞职 被迫辞职下台 可能欧盟又有变数 一个国家本来就帮他确认 差不多修 修理完毕 结果突然之间又有些变化 真的大家都不愿意见到 这个亦都被称为希腊版的水门事件 现在是在发酵 整个欧盟都是地震 由于希腊情报部门近日就指控 有人监听 反对党领袖的通话 反对派就要求议会成立调查小组并且呼吁总理 当然 反对派就是总理政治上的敌对势力 当然 不一定是动手的 反正政治上就是敌对 希望 总理 米佐塔基斯就要辞职下台 不过 米佐塔基斯就说 我监听 你这么说不对 我不知情 希腊 左翼反对党 犯欺社运变革 运动党 他们主席叫安德鲁拉斯基 就说 喂 我们接到 来自欧洲议会的通知 有人就 想用 间谍软件 入侵我的手机 之后他就 从希腊国家情报局 EYP 那里得知 原来2021年的三个月里 这个机构一直 监听着他的手机通话 嗯 报道也 的话 这个党十分震怒 而且他是希腊国内的第三大政党 去年监听事件 的时候 这个党刚刚在 举行 领导层的选举 这位 安德鲁拉斯基 他就说 从来没想过希腊政府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来监控他 亦都说这个是最黑的做法 实在太黑暗了 那保护希腊 公民的人权和自由 是我们的业务 对于那些傲慢和逍遥法外的人来说 一定要把他们赶下台 其实他就是指这位总理 他的爆裂 令到 希腊和整个欧盟 都是一个震撼弹 希腊国家情报局长 和 总理办公室秘书长 就相继辞职 搞得这么大 是的 希腊政府 起初是否认两个人的辞职 和这个 间谍软件有关 但是 一名政府发言 日前就承认 希腊情报 部门 在得到检察官的许可之下 就下令监听 反对党领袖的这个通话 不过发言人就强调监听是通过 常规手段进行 完全是符合法律法规 是的 希腊的总理 米佐塔基斯 他就否认参与这次监听的活动 并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情报 他在全国讲话当中就说 这件事情 或许符合 他说或许 符合 法律条文 但是都是错的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 我不可能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虽然这一切 是合法进行的 但是国家情报局 是低估了这个 行为的政治影响 在政治上 不可以令人接受的 其实 在 米佐塔基斯任内 希腊国家情报局 已经改为 为什么人家辞职呢 因为现在 是直接停并于 总理府的 所以 是他国家 所以搞成这样 这个也是他 就任总理后 做出的首批决定之一 所以 是你批的 直接是你负责的 情理上是否应该 你对这次监听事件 是有负责行为 不过你都可以说 两个高级官员都辞职了 不关我事 我为什么要就职 这样也行 看看希腊的选民适不适 那 这位总理他的辩解 其实 都未能是说服到希腊的政界 反对派已经将矛头指向他 要求他为监听事件负责 左翼反对派 将这起事件就比喻为希腊的水门事件 就说 已经是严重地动摇了希腊政坛的基础 所以 反对党的领袖 现在呼吁希腊议会成立 调查委员会 其实 他们 另一个第二大的政党 也发了声明 因为大家都在左翼 评击了 米佐塔基斯 隐瞒真相 要求他快点辞职 希腊政坛的动荡也引起欧盟的 极度关注 其实 在下季休会结束之后 欧洲议会可能会介入这件事情 如果这位 米佐塔基斯下台 又为希腊带来了不安因素 不稳定之下 其实整个欧盟 都是不稳定的 因为之前你知道 欧珠五国都令欧盟相当地头痛 后来用了这么多年时间终于叫做 是 缩离了 希腊的学者来自雅典大学的政治学 学学者 罗里他就认为 米佐塔基斯虽然承认 监听事件是错误 但是 他就没有解答 情报部门为什么要监听 这位反对党领袖 对 而这个就是大众和其他政客想知道的事 不单止 希腊议会明年还会迎来大选 监听的丑闻对于米佐 塔基斯和他的政党 很明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中间 选民的支持就是 米佐塔基斯上次赢到选举的关键因素 所以丑闻令到 这位总理的政府 承受 失去部分选民的代价 在选举之后 其实 可能就会有新总理 或者他也要下台 不用选他之后 中间派选民 是更加难信任这位 人兴的政党就叫做新民主党 我以为是新民党 骗到我 当然了 说回之前希腊的 不单止希腊 其实就是 简称叫欧债危机 是指2009年底 不少财政上 相对保守的投资者 对部分 欧洲国家在主权 债务危机方面 产生的 忧虑 在2010年初 一度是陷入最严峻的局面 在连串经济危机和动荡当中 被指出现问题的欧元区国家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欧猪五国 希腊、爱尔兰 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合称欧猪五国 他们的 借贷信用 降低了 而部分 不属于欧元区国家的欧盟成国 因为经济 连动的关系也受到牵扯 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冰岛 冰岛 虽然在2008年遭受到当时 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危机 导致这个国家的国际银行体 崩溃 但是因为冰岛 政府无能力 是帮助 银行脱险 所以主权 债务危机对冰岛 带来的 影响是反而较少的 其实相反 针对那些 为了 出手 救助银行 而导致主权 债务 急增的部分 欧盟成月国来说 由于这些国家和其他欧盟国家 有一些 叫做 经济关系 所以其他欧盟国家 都是很害怕的 都是很害怕的 希腊就是其中一个 当然了 相对地来说 他们很痛苦的 他们当时记得有个 公务员接受访问时 我现在身水这么低 以前不是这样的 唉 都没办法了 当时 大家都是 其实 这么大的事件 你说不承受一些痛苦 可以解决 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 后来当然 那些人就很讨厌默克尔 但现在 真的捱过了 默克尔制定那些 政策 那怎么办 证明了 也是证明了一件事 大国 謹慎和有实力 都是 都是比较 支持 支持得住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再见